这种东西 参加儿童圈的活动 也是可以一两个小时 就写一个儿童圈相关的报道 就是 这不是天生的 虽然小时候 小学的时候都有写作文比赛 或是上作文课这些事情 但是其实并没有想要像写新闻这样子 常常都觉得 写作就一定要 一定要 那个什么 晋升木浴三天 然后弄得自己 有办法专心写的时候 才要这样慢慢琢磨 但是 当 你现在如果说 现在还是这个状态的时候 觉得是 你就尽量的让自己 就是处在 不是那样的状态的时候 也可以逼出一些东西来 那 那每一个在传递讯息的这一波的 就是它有很多的阶段 从讯息开始发生出来到最后促成效果 其实会有很多阶段 这阶段当中你可能没办法扮演 够每一个角色 就是有的人会 好好的帮你的议题行销 有的人会好好的帮你的议题加工 或是做好的梗去转贴 这些事情可能在专业的媒体 所有培训的媒体里面 就是一个有组织的行动做的 但是 在无组织的行动里面 我觉得就是你就算 你就算写一个没有梗的东西出来 还是会慢慢的有影响 重点是要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然后一直让人家知道 你有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说慢慢的就会有一些固定的 固定的讯息接收者 然后你再来参加一些培训 参加一些分享的课程的时候 其实你就 这个东西就是要当作是一个 观摩的机会 开始知道说 同样的事情可能有什么样 不同的做法 那就算你现在没有到 那个产出素材的这个阶段 就是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的情况都好像还不太知道怎么写 已经有很好的平台是可以做 转贴的角色 推波做人的角色 转贴的时候加几句评语 几个心得 这些都是 重点是要一直一直做一直做 那 当然就是我觉得 像庄老师今天提的公民智库 让要去做那个信任经济的 要靠信任经济来自我的永续 这部分我觉得是蛮值得做的 就像大家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还是会花很多精神 很多心力 那在这心力当中 在这些付出当中 起码 比如说 车马费交通费可以打平 这样的一个机制 其实确实对很多人会很重要 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知道一些事情 发生很重要 但是可能发生的地方太偏僻了 去真的是舟车劳顿 有话可能甚至要请假 才有办法 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个机制来打平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一方面 不管有没有进入这个状态 都还蛮值得去探究这样的可能性 然后再来是 有了这样的可能性 多多把握这些交流跟观摩的机会 大概是 这是给大家一些激励 希望就是做就对了 看看还有没有朋友有感想 或是经验分享 或是年轻的朋友要分享 后面有我们有 还不是在握里面 有朋友 还不是握里面 对对对 对吗 这是谁 你看我这一走到后面 那谁要那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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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